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女排的主力二传丁霞 丁霞其实今年已经32岁了 按照之前东京奥运会之后 他的打算来说他是赶不上巴黎奥运会 但是呢,我们从最近三场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队的表现来看 丁霞确实在这支队伍中 要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丁霞的二传的技术非常的扎实 他能够调节整个球队的进攻和防守节奏 在关键时刻还能够自己挺身而出 下球,扣球得分 那么对于这名自带到后卫属性的二传 确实是蔡斌的宝 他这么多年的打球经验 再加上他的进攻能力真的是非常强 不是完全的纯二传 所以呢,丁霞真的有可能坚持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 那个时候丁霞是34岁 我们纵观世界女排各支国家队中 34岁35岁老将也大有人在 所以呢,丁霞如果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情况下 是完全能够坚持到2024年奥运会 那么目前呢,国内在二传这个位置 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替代丁霞这个位 这个位置确实丁霞非常的重要 丁霞还是目前二传位置国内最棒的 虽然他已经是32岁的高龄 但是按照丁霞的竞技状态来讲 确实没问题 确实是这个周期蔡斌指导手里的宝 我们相信丁霞也是能够坚持到2024年的奥运会 一个人参加三届奥运会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好了,我们祝愿中国女排能够在世界女排联赛中 高哥们见 也希望丁霞能够继续良好的状态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